众多游客前来纽约公共图书馆观看一份珍贵文件 这是一份独立宣言 由日后就任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亲手写旧 其独特之处不但在于宣言本身 更在于后来在最终版本被删去的内容 图书馆馆长安·桑顿解释说 杰斐逊本人亲手写就了这一版的宣言 还标出了没有被最终版本采用的段落 对于这段被删的内容 他始终杠杠于怀 据我们了解 当初为了安抚南方的殖民地 宣言中关于奴隶贸易的部分被删去了 杰斐逊本人虽然当时也拥有奴隶 但是他把奴隶贸易成为一场对人性发动的残酷战争 包含奴隶制内容的奴隶宣言版本 目前共有11份村市 展出的这份是其中之一 这些文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帮助人们了解建国过程中各种势力的相互作用 参观者同意这种看法 我告诉我的女儿们 这次参观独立宣言的机会非常难得 我们认为这是让孩子们来学习我国历史的好机会 很明显 这是历史和历史变革中意义很大的一部分 这次参观让我亲眼见到了她 很难得 在几届之隔的摩根图书馆 一份美国国歌新调旗的原版散页乐谱 正在这里展出 这份乐谱是目前已知存世的11份原券之一 歌词选自弗朗西斯·斯科特基 1814年创作的一首更长的诗 1931年才被正式选为国歌 国歌手稿策展人弗朗西斯·巴鲁里奇解释说 第一版乐谱的特别之处在于一个小小的错误 当时巴尔蒂摩德出版商 并且为那些至今仍然触动和激励着人们的话语 增添了人性化的色彩 美国新移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